在香港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有很亡命之徒专挑富豪下手,对其进行绑架勒索。 其中最出名的案件就是李嘉诚的大儿子,李泽聚在上班的路上被张子强等人绑架。 随后张子强还亲自去李嘉大宅跟李嘉诚谈判,最后李嘉诚答应,以十点三八一输回李泽聚,幸运的是李泽聚在过程中比较配合,第二写李泽聚安全归来,另外还有比李泽聚遭遇更早的相告入民地产富豪王德辉,王德辉遭遇了两次绑架。 1983年,王德辉夫妻二人上班途中遭遇绑匪,风如新被释放准备赎金,他将1100万美元汇到台湾后,王德辉获释。 这一次有惊无险,经过这次之后,王德辉跟李嘉诚一样,知道了人身安全的重要性。 于是王德辉也跟李嘉诚一样,过了很多保镖的24小时随身保护家人的安全。 目前在香港最大的安保公司就是G4F,一个成员年薪将近百万。 其实王德辉尽管当时已经是香港的十大富豪之一,但是他却对自己非常吝啬。 后来王德辉认为时间场没出事,就松懈了,就撤退了保镖队伍,于是在1990年,王德辉再次被人绑架。 这一次绑匪提出要失忆的天价赎金,公如新二掌约定,将投机三千万打入银行账户。 然而这一次,王德辉却再也没有回来。 这起绑架案不久被迫,绑匪供述,他们收到投款后为了减小麻烦,已将王德辉掏入了海中。 王德辉失踪成迷,直到99年,香港高院才宣布王德辉,在法律上已经死亡。 而王德辉的八百亿遗产,引发了世纪征查案,王德辉的父亲拿出一份王德辉早前一下子遗嘱,表示王德辉的财产全部是他的, 而他的妻子公如新也拿出了王德辉,在失踪前列下的遗嘱,表示财产是他的。 这争产按时续时间很久,从97年到05年,公如新,他被香港人戏称小甜甜,他曾是富家太太,与丈夫青梅竹马,两小无猜。 如果说人生如戏,那么他的人生则是一部极豪门,权衣,内斗,争产,情色与异体的大片。 公王两家世事交,王德辉的父亲彼时做西药进口的生意,家静音时,而公父只是一个公司之缘。 两位中年们却一见如故,成为莫逆之交,公如新和王德辉,也因此大小就相识。 后来王德辉跟隋家人从上海搬迁至香港,跟公如新分别多年,但两人还一直保持联系。 直到一九五五年,公如新的父亲遇难,于是公如新之神前往香港投奔王家,也是在这一年,他嫁给了王德辉,没有门帝之间。 十八岁的公如新成为了富家太太,婚后公如新和王德辉正自立门户建立化貌集团,在家族原有的西洋生意的基础上,大力发展石油工业和农产品。 后来香港地产低迷,当时做素量花的李嘉诚,开金谱泽李赵基等新贷,融流地住纷飞进入房地产,一低价大四懒的王德辉和黄帽,也是那个时候的大赢家之一。 也是这一举措,让黄帽成为香港最大的房地产商之一,同时也成为了香港的十大富豪之一。 1990年之后,灾祸不断,王德辉因报价失踪,失踪后的那几年公如新不惜重金巡浮,但是都没有结果。 随后公如新正式接手华茂置业后,公司在他手里越做越大,不仅仅是房地产,还发展到金融、物业管理、日冷等等方面, 比王德辉指教时更有影响力。1999年法院宣判王德辉的法律上死亡,王德辉的父亲王庭新,和公如新各决一份义主,展开一产争夺战。 这笔义主涉及的资产足足超过了800亿,外界就像看闹剧,一样看待这场豪门恩怨。 王德辉的王庭新,拿出了一份王德辉,于1968年草匿的义主,称自己是唯一受益人。 这份义主是当时王德辉怀疑公如新出轨,一气之下,立下义主,将财产稀数留于父亲。 公如新出事的义主则是王德辉1990年财力的,最后公如新赢了这场官司。 这也让公如新身价暴涨,1997年就被美国福布斯平为亚洲女首富。 当然公如新在这场官司上,因为有风水师陈振宗,在背后出谋划策有关。 公先如在1992年认识了陈振宗,两个人也有一顿远人非议的八卦。 由于王德辉的事情,公如新变得非常迷信,所以跟陈振宗走得很近。 据说每次陈振宗给公如新探风水,都收取法师费用6.88亿。 14年下来陈振宗收取的费用就高达20亿港元。 然而公如新在与公共打官司的八年间,公如新曾多次重压倒下, 一份报告让他得知自己患有卵巢案,并且已经进入百期。 由于公如新嬉下无子,于是他默默立下遗嘱,将全部遗产归华茂基金会所有。 又于长期的刺杀事业,2007年,公如新留下高达830亿港币的遗产,回馈盛会。 但是这个时候,陈振宗却贪得无间,居然伪造起遗嘱,要争夺公如新的遗产。 不过最后,陈振宗失败了,还惹了一身牢狱之灾。 丈夫遭遇两次绑架后失踪,为八百亿跟公共斗八年,赢了钱却输了生命,所以输有钱不一定幸福。 王德辉和公如新正是被金钱所害。